你們是招惹西門清啊 你一在京城混了這麼久 西門清是好什麼人物你還不知道 知道他是個有錢花花大少嗎 花花大少 清河縣的縣太爺見了他都得要離讓三分 京城裡當權的大官都跟他吃和玩樂 稱情道地 他再有錢再有勢力 也不該勾到他爹老婆 最後他把爹堵死 西門清說把死手一傷 什麼痕跡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得快 到哪裡 去找仙大老爺 不要爹身暈 你們想告西門清 還要告他老婆 還要告他王婆 你們是在找死 我爹申請交代我 我徐叔武松是仙大老爺屁性的都頭 我爹說他一定會幫這個忙的 幫忙? 當官只會幫那些有錢人的忙 他不會幫你賣燒兵留下來的孤女 他是我們的父母官 我們有冤軍不求他 那要求誰?求老天 以為老天會理你 你以為這世上真有正義 真有孤女 就算有天神 他也只會幫那些貪官污吏 土豪烈身 跟那些走狗小人 爺爺 你怎麼知道? 爺爺 這些人從來就沒有遭過報應 他們一個個活得比誰都好 他們在世上享盡了榮華富貴 不曉得什麼叫雞 從來也不曉得什麼叫喊 如果上天真有正義公禮 還會讓這些人春風得意 不早就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 不早就把他們天膽雷 難道 才不讓我們發老鼠說話 爺爺 我心裡不曉得 你真有正義公禮 你就該把你的雷電了 你打在那些壞人的頭頂上 讓我喊喊 你讓我出口氣 十日公朝見過大江湖 公朝當職辛苦了 小臣直走所在 七百年辛苦二十 风潮因何面带怒动 只因下界由老子大骂上天 为了小臣十亿雷电加以几乎 既然有这种事 看来一定有什么冤屈不平的地方 你可才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 不清楚 不清楚 无论是什么事 只要乳霸上天极为不济 十亿雷电没有取他性命 你便宜他 糊涂 亏你卫裂先般 这可如此糊涂 大将军 七个路骂小臣 骂你算是便宜你了 你不先问七种那老人 究竟有何不平之处 就往家雷电警告 照你的意思 就算取他性命 也是理所当然 岂非亏非神人 大将军 如未远管的事太多了 天界都城各有执掌 此事与大将军无关 谁可无关 不平之事 人人改管 再说 本将军奉旨代天群手 阴阳两界 我轮不到你管天界之事 你 大哥 大哥 在地府得罪了野伦王 已经惹了不少麻烦 如今再得罪天神 只怕以后就更难办事 怕什么 只要行得正日帝面前 我原理一致其壮 可启祂 合不上 你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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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彼此 如此,你不計較,我倒要計較 看看你能橫行到底是 谁呀 是你 吓死我了 好了 别生气了 小生这一项跟你赔罪了 以后再不会让你受惊了 真的,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吓死我了 哎,略老,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你不怕别人看见啊 我看到你们家的做法是 我就偷偷溜上去 你要知道,你的香龟我还没看过 这有什么好看的 地方又小,家具又少 没有一件让人看得顺眼的东西 四面墙,就像一个盒子 你放心 我以后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 我以后给你准备的 门窗多,空气好 推开门窗,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花园 远处有高山 眼前有四季不屑的花 家具,一款颜色重的 给娘排紫檀的 颜色轻的,就用黄梨花 只要跟你在一起 即使比这个再长 我也是甘愿的 哎呀 怎么了? 还不是被盈儿那个丫头炸的 这个小孩子怎么回事 对了 他还在酒楼,偷听我跟喝酒讲话 真的?他还会这么贵? 哎呀,我说嘛 还是尽快把他找到 绝对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乱说话 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了 大人 多头武松从经理派人送信来的 武松从经理来的信 武松来信说 送给太师的礼 他不愿意随便交付门房 以请求面夜太师清晨 并不准准 时间就定在下月初六 他怕本县寄挂 所以派人先送信回来 武松看似个粗人 其实心思还挺细的 这送礼之事 就是要使受礼的人 有个深刻的印象 太师爷 他能够亲自接见武松 这就是冲着武松 是个打虎的军事 哦 大人 您能够用武松做都头 可见您是眼力不仁 除非杀梵 清光兄 你也太客气了 其实 你比本家的心 还是你 他能够這樣 哈哈哈哈 老头 應該呢? 你們什麼人? 所以才被人闖入我的房子 你找死的, 是我在問你的話 你們一個天下沒有王法的嗎? 你們知道私闖民宅是什麼罪? 王法? 我就不相信私闖民宅或揍人會有什麼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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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在那裡扶著 快走 別在那裡扶著 快走 我要替我爹三人 沒有用 讓人不聽到 讓人不聽到 人家 江戶, 放不認真 怎麼講 現態人是在這個牆裡面 怎麼進去 怎麼進去 你真聰明 你上我見到不定上去 放手 放手 快放 放手 快坐 小心點 明啊 你一手抓著牆 一手會拉我 明哥 回去吧 這是我自己的事 要我自己處理 你看,太不夠意思了,那麼不夠朋友 打我,你別走啊 進來,什麼事? 敏大人,責命小鬼闖路謝你 不是的,不是的 我是來找新大老爺生冤的 年輕的孩子生什麼冤 要我娘毒死,我是來找大老爺生冤的 二、四,大人 小哥,你爹叫什麼名字? 我爹叫,叫五大 不過,人家又叫他三寸丁 就是打武門手,武松的哥哥 你是我們獨頭武松的侄子 來,來,坐,坐 我是他的侄女 那你為什麼打扮成這個樣子呢? 為了怕西門青抓我 所以,我穿了雲哥小時候的衣服 西門青?哪個西門青啊? 就是縣城裡,最有錢的西門大官人啊 那你做了什麼壞事,他要抓你啊? 是他做的壞事 我的母爹的料,就是他給我後娘的 他還拿好些銀子 給那個,叫何酒的驗屍人 要他拿床被蓋住 拿床被蓋住? 就是遮蓋蒸蓋 有這樣的事 靖安兄,你立刻發文扣押何酒 務必把所有的髒衣搜出來作為憑證 同時禁止焚化五大的屍體 另一方面,立刻派人 更衷監視西門青和五大的妻子 是的 還有,這件事一定要找一個可靠的人去辦 要在暗中盡情 絕不可走路半點工程 是 想不到你小小年紀竟然有如此的膽識 不過以我看 你現在也是有家歸不得 出去了也不太安全 我看這樣吧 你就住在我這裡好不好 你叔叔過幾天他也就快回來 謝謝,謝謝青天大老爺 謝謝 好好